客栈出来后,外面已蒙上一层薄薄的灰色,街边还剩几个零星收拾东西回家的小摊贩,有些铺子已点上了灯。 魏无羡心不在焉地走,不知走到哪里上了一座桥,停下脚步把手放在栏杆上,远望日暮西沉。 桥下一大群小鸭子被人赶上了岸,稀稀拉拉地不停有人从他身边经过,是他羡慕地寻常生活。 坐在桥底下好一会儿,天已经全黑了,周围静悄悄的没什么人,只有河水两岸住着的人家星星点点错落着。 魏无羡心里闪出一个念头,他靠近河边,伸出的脚尖已被河水打湿,再往前一点。 再前一点,府里已经长灯,人还没回来。 蓝忘机不再等下去,派了所有下人全出去找,魏无羡没出门过几次,性子又大大咧咧,从不把人往坏处想。 蓝忘机焦急地挨门挨户询问,没有一个人摇头,他的脸色就冷一层,看得人害怕。 跟着一起的下人,大气都不敢出。 蓝景仪喘着粗气跑来说,二夫人已经回家了,蓝忘机立刻调转回府。 房里魏无羡还穿着全湿透的衣服,呆呆地坐着。 蓝忘机快步蹲在他膝盖边,担心道,魏英,你怎么成这样了? 发生什么事? 魏无羡回过神,愣了一下,看清这人是蓝忘机,努力扬起一边嘴角,尽量装作没事道,我,我走错路了。 没看清掉进河里,有路人路过,把我救了上来,他的孩子站在岸上吓坏了。 蓝忘机捋了捋他湿漉漉的头发,我也吓坏了。 他们穿得很破,你给我的钱,我全给他们了。 你上次教我的,投我以木桃,抱之以琼瑶,对不对? 对,我的胃英很善良。 魏无羡哑声问,善良的人会有好报吗? 当然会。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面色不太好,生了些怒意,一回来就该换下衣服,你不记得生病吃的苦药了。 上次就背着我偷喝冰镇的甜酒,晚上就肚子疼。 还有那次让你不,一边说,一边又去给魏无羡拿干净衣服。 魏无羡拽住他的手,有些歉意,我让人丝锥烧水去了,想着没多久就,就懒得麻烦了。 蓝丝锥刚巧在门口,小心道,水烧好了,水不小心对上蓝忘机的眼神,烧好了。 下去吧。 蓝丝锥风一样地跑了,是非之地太可怕了,他一秒钟也不想留在这里。 我帮你。 每等魏无羡反应,已经被蓝忘机抄起膝盖下方抱起。 蓝忘机一晚上再没说一句话,他是真的生气了。 魏无羡侧身抱着蓝忘机,头枕在他的胸膛,手也放在上面。 蓝忘机的心一下一下跳着,身上传来淡淡的檀香味道,包裹着他。 没多久,魏无羡快要入梦,上副胸膛中间一阵一阵脚痛,把他疼醒了。 他知道江城的意思,所以才会想提前结束。 可是天意让人就起他,他又改了主意。 心里放不下蓝忘机,想最后再看几眼。 江城以前跟他说,从一个苗寨里,见过一种毒,会慢慢侵入人的五脏六腑。 不会一下就死,而是每日疼痛几个时辰。 一次比一次严重,让人煎熬地慢慢死去。 魏无羡当时问他有没有买回来,江城摇头说没有。 但是如果魏无羡有一天对他不忠的话,他可能会这么做。 魏无羡不敢有太大的动作,这种疼痛还能忍受。 外面打羹地响了一声,他轻轻下床去倒了杯水,冰冷的水顺着喉管流下去,舒服了一点。 就着窗外的月光坐了一会儿,好像不疼了。 拍了拍胸脯,真的不疼了,魏无羡又悄悄睡在蓝忘机身侧。 到了三更,又被疼醒。 蓝忘机醒得很早,魏无羡破天荒地睁着眼跟他对视。 一只手伸过去摸蓝忘机的脸,翘皮道,早上好,蓝湛。 早上好。 蓝忘机不忍不理他,见他面色疲倦问道, 没睡好吗? 怎么今日醒得这么早? 魏无羡嘟着嘴道,我昨天吃得不多饿了,就饿醒了。 肚子也合时一咕噜噜叫。 我起床给你拿早饭。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出门的身影轻微皱了一下眉。 屋顶青瓦被打得叮叮当当响,清脆的声音在夜里更清晰。 魏无羡被蓝忘机还在怀里,胸口传来的疼痛再次唤醒他。 蓝忘机睡得端正,胸口轻微起伏。 魏无羡轻轻一开那只搭在他头底下的手,动作不敢太大, 撑起身子坐在床上比躺着会好些。 雨声一下一下敲着魏无羡的心,一个月过去了,身体越来越难受。 一日三餐只能煎难吃下一点,肉眼可见瘦了些。 蓝忘机以为他食欲不佳,每天换着花样带些小吃小玩。 魏无羡不想博了他的好意,硬着头皮吃下去,转眼就偷偷吐地昏天黑地。 有一次,竟掺了点血丝。 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不用出门。 两人难得的闲暇时刻,蓝忘机站在书桌前给他抹抹, 墨汁蕴染到纸上,提笔人还在发着呆。 魏英,在想什么? 魏无羡抬头看他,心意已决,蓝湛,我不想在这里了。 什么? 搭一声墨快从蓝忘机手里摔进燕盘,轻微剑出在衣服上。 魏无羡忙拿袖子去擦他的衣服, 雪白的颜色被墨迹蕴染开一片黑。 蓝忘机促眉看他,魏无羡神色如常道, 我的意思是,我想离开蓝家。 不想在这里陪你演,演戏了。 现在事情都已经清楚,你放我走吧。 蓝忘机似被人当头一棒,骨节分明的手有些颤动握着魏无羡肩头, 尽量维持着正常语气。 演戏,你当初并不是这样说的。 前几天我们还,魏英我是有哪里做得不好了吗? 不,你很好。 你对我特别好,是我不想再耽误你了。 魏无羡笑了一声,啊,你知道的我们在一起,本就见不得光。 叔父时常问我,什么时候给蓝家添一房子嗣, 我不可能做到不是吗? 蓝忘机结结巴巴地,有点语无伦次回答。 我不要子嗣,蓝家,我不要还有我兄长。 兄长可以,我是次子,我可以不要子嗣。 我只要你,魏英。 我只要你。 魏无羡垂眸看着地下,蓝忘机蹲在他膝盖前, 眼神坚定倒,各方都可以传宗接代,我不要子嗣。 而且,我可以说是我的问题。 是,是我不行,对。 就是我不行。 是我,蓝湛。 魏无羡打断他的话,你听不懂我的话吗? 我不想穿这些红的黄的蓝的粉的衣服, 还要在外面扮你的夫人。 我每天过得胆战心惊,生怕别人发现。 我是男子,我想穿回我自己的衣服。 你的这些东西应该留给你真正的夫人。 魏无羡起身去柜子里拿出蓝忘机给他的木盒, 放在桌上,这是你给我的,还给你。 你的抹额还有别的什么都放在里面。 你,你写一封修书就说,就说我不能生, 忤逆长辈或者其他什么罪名都行。 我一天也不想呆了。 魏无羡的每句话都重重砸在蓝忘机心里, 砸出一个坑把他陷进去。 说出这些话的人之前也说要和他一直在一起的, 但现在也说出了不愿意。 蓝忘机眼眶红色尽然,不甘心道, 你说爱我,喜欢我,不会离开我, 难道这些都不算数了吗? 蓝二公子,你这么天真干嘛, 人生地不熟,我总要找个靠山。 在你待家这么久了, 我会不会骗人你不是一清二楚吗? 他分不清魏无羡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 但一定没有哪个正常男子 愿意一辈子活在深宅大院。 魏无羡也不可能愿意, 只是还没有能力带他离开, 就被半路扔掉了。 我知道了。 蓝忘机说完后, 紧闭嘴唇, 手指捏成拳头, 藏在袖口里, 走路酿呛撞到桌角, 身体不闻, 走出了房门。 魏无羡听到声音连忙要去扶, 刚迈出去的脚又忍住了。 看到蓝忘机出房门后, 又加了一句, 蓝二公子, 请你尽快。 那日过后, 蓝忘机又睡回了外奸踏上。 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魏无羡 索性连房门都不出, 蓝忘机每次端饭进去也不说话, 放下就走。 魏无羡的痛感加剧, 想要早点离开只能心狠一点。 蓝忘机放在桌上的一日三餐 又圆风不动地端出去, 已经好几天了, 魏无羡水米未尽, 蓝忘机也一样。